在西游记后传中 最智慧的佛祖莫过于然登古佛 他无意间救下的两个人 却挽回了三界大劫 当年如来在雪山顶上修成杖流金身 以及将吴天打回黑莲原形 本想把他彻底铲除 不料却被飞驰而来的孔雀 连人带花吞入腹中 那黑莲也在孔雀体内生根 如来本想将吴天与孔雀一起灭了 使然的古佛劝阻道 你若伤害孔雀 就如同伤害自己的生生之母 如来不敢为拗 只有硬着头皮震了孔雀为女 第二次是在灵山风赏大会上 孙悟空大逆不道 如来吩咐四大金刚将他拿下 并且收回了金箍棒 这一次又使然登古佛舍弃尊严 带着诸佛主动给如来下会 才保得孙悟空一命 很多人都没有看懂 正是因为然登救下的两个人 成为了挽回三界大劫的关键 后来如来被逼原祭时 是孔雀的弟弟金之大鹏救了他 而佛木孔雀大明王则弃暗投明 击碎了元神黑莲 导致吴天身受重伤 最后孙悟空化作十七颗射粒子 消灭吴天拯救了三界 事实证明 然登古佛才是真正身谋元律